大家好,我是Batman 现在我在玩这个动物森友会是吧 然后加了几个粉丝 结果粉丝看我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 都在给我各种装备 我天,先给你们看一下 对话 感觉受到一万点暴击 刚才这位R2同学给了我30个铁 我天,我玩到现在我都没凑齐30个铁 这变身棒什么东西我都没见过 这粉丝还鼓励我 说日子会好起来的 感觉我自己真的好苦 要回去给我拿一百万 给我拿家具的 真是靠粉丝一夜暴富啊 一百万呢 干净捡钱 实在是贪得无厌 这嘴脸实在是太丑恶了 啊,钱包一满 我钱赶紧 放出钱袋 哇塞,这这这 这,哇天哪 真的是什么都没吃过没见过 刚才还有,还有其他小朋友过来可以做表情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表情 哎,日子过得好苦 赶紧把钱存起来 存款全部金额 确定 而且其实我觉得粉丝首先也挺 也挺照顾我的这个游戏体验的 还跟我说,说怕我这个破坏我的游戏体验 说不给我钱啊,不给我道具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嘛,完全没有关系啊 这 阿姨我不想奋斗了,我的天 赶紧的 这都是啥呀,我都没见过 然后这些大头菜都一百克一百克的给我 我天 哇 星光是什么东西啊 来来我们布置一下我们的小屋 让我们这条件不要这么的 这么的艰苦啊 其实我当然也知道大家都是 花了很多时间在进行这游戏,在各种干啊 然后我在这就坐享其成 哇,这个也是个小夜灯的一个装置 感觉好帅啊 这什么感觉,这天上掉馅饼啊 如何发家致富,靠粉丝啊 而且刚才这位R同学还穿着一身 类似于钢铁战衣的这个服装过来的 我天 太惊艳了 都没 真是从来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的 我之前真的就完全就只是靠卖水果赚钱 到各个岛上花这个旅行券 然后去各个无人小岛 然后摘苹果啊,摘椰子啊 然后卖 还有掉那什么,掉锦里 一次大概也就赚个四五万 两三万这样的 然后到现在存款才刚二十多万 只不是这一下我就可以扩建我的房屋了 然后刚才另外一位粉丝小同学 给了我这么多大头菜 这大概得有快一千颗了吧 我看网上经常有人也在讨论这大头菜 大头菜的,我都不知道大头菜什么东西 我都没见过 现在我们去卖一下 是应该去卖吧 我看这个大头菜的价格还有浮动啊 那我们直接卖能卖多少钱 欢迎光临 我们来卖一下 大头菜不能卖 我连怎么操作大头菜我都不知道 哎呀我钱 哦对了 刚才刚才R2同学给了我 给了我三十个铁 我现在在拖了这么久之后 终于把所有材料都凑齐了 请收下 不客气 虽然我也没干啥 哦我们可以建商店了 嗯 那我现在能扩建房屋吗 可以再次扩建 OK 三百 啊不是三十四万八千 我应该有吧 我看我现在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 哎真是嘴脸太愁饿了 九十万 哦那够了 那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天哪真的是 我这才扩建第三次就三十四万了 这九十万都不够花的 这游戏也太太恐怖了吧 哎我们商店 商店放在哪呢 嗯不要放在我们家旁边 放我们家旁边的话 哦这两个石头和黏土 也都拿起来 放在家旁边的话 就人流量太大的话 就会比较吵啊 所以我们还是放在一个 离我们相对较远的位置 放这吧 不知道这个中兴广场以后 会不会移除啊 因为我觉得它的作用越来越小了 现在这里 就是这里了 建起商店之后 估计 建起商店之后估计也会有更多的这个 道具解锁吧 嗯 大头菜 那我们现在不能卖的话 不能直接 直接卖给这个 卖给商店 这个行为太低级了 是吧 我们要作为什么 是类似于股票或者期货之类进行操作 我大头菜都不能收纳吗 还是说 我现在 东西已经满了 没有啊 我没满啊 那为什么我大头菜不能收纳呢 这就是真的是弱到家了 人家给你好的道具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我这家图四壁 地上连地砖都没有 都是泥地 环境是看起来有点困难 可能有同学觉得这个游戏的乐趣 完全就在自己动手竿 然后去赚钱去建造 这点我非常同意 不过当有人提议 要用钱砸我的时候 这种 这种这么美好的建议 我怎么能拒绝呢 是吧 一上来就咬钩了 是鲈鱼吗 果然是鲁鱼 哇 这又来了一位大神 扔给我各种 是说我各种的 道具 赶紧剪剪剪 口袋已满 这手里东西太多了 我们这是赶紧都收纳 嗯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又有这么多零钱了 真是 这是什么 真的是 人在家中做 馅饼从天上来 我天 我这一个简陋的小屋里边忽然来了这么多人 真的是感觉棚壁生辉 现丑了 现丑了 各位现丑了 连服装 大家看这服装都是阶级 明显都是阶级差异 我这穿的什么东西 没法选 就这样吧 赶紧去捡 捡我的家机 我刚才看到有微博炉 还有这个DIY的手册 我们可以学一下 但是学一下不知道 能不能 不知道能不能坐 估计那里边原料我们都没见过 这是啥 竹笋灯 等我看看刚才有 有人跟我说可以在 手机上下一个任天堂的Switch online 然后可以输信息快一点 OK 我们回趟家整理一下东西 这小屋是不是跟很多大厨比起来 简直看着实在是太简陋了 这花式我们也收纳 拓盘茶几 这个 这个我有 难得 木质担人床 哇 我们终于是不用再 不用再睡 这个可怜的 这叫什么行军床 木质担人床 他好像并不会自己 把它放到这个空里边 可以的 这啥 室外机 我空调 我们 我们 我们要有空调了吗 把室外机放室内这操作也真是迷啊 微波炉 天哪我们一下就电计划了 OK 然后不懂就要问啊 我们不行 问一问 不懂 不懂就要问 不懂就要问我们问一问 不懂就要问我们问一问 不过也许这个 跟自己的好友 互通 有无 也是游戏的一部分吧 虽然现在对于我来说 互通 有无 还做不到 只是 通 有而已 呵呵 别人有什么都给我 OK 那么今天呢是尝试了一下 跟各位家好友啊 本来呢 我的意思是想去 别人的岛上捡捡各种资源 然后能够 回来卖一些钱啊 能够攒一些钱 然后扩建我的房子之类的 结果没想到 各位大神 各路大神 纷纷用金钱狠狠地砸向我 呵呵 真的是被砸得鼻青脸肿了 呵 开了眼界啊 我天哪 真的是 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边 不过没有关系 这也为我们设立了目标是吧 今后呢 我也要好好的这个 向那个方向努力啊 一定要 一定也要过上那种生活 嗯 其实原下之意 就是希望大家 多多用更多的钱来砸我 呵呵 呵 开个玩笑 不管怎么说 还是特别谢谢 刚才各位同学 然后能够 愿意给我 给我一些他们自己 辛辛苦苦干来的一些资源 不管是道具也好 材料也好 还是各种的这个金钱也好啊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OK 那么现在呢 我也把我的这个朋友码 或者叫什么switch码 放在这屏幕上面 然后各位同学 如果有想加我的话呢 也可以来加我 我们一起一起玩耍是吧 玩耍阔弧 施舍我 呵呵呵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欢迎你投币点赞收藏 一键三连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